谈文化说历史 相信很多人开始头昏脑胀昏昏欲睡 但是如果结合时下最热门手机游戏精灵 宝可梦沟又会否有不一样的景象呢 雪兰娜旅游局就选出了 巴桑11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 举办别墅心裁捕捉精灵的 古迹走街周末活动 希望借助精灵的强大号召力 信更多人驻足 聆听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 我找他execute了 我找你 这趟抓精灵古迹巡忧行程 从有白宫之称的苏丹阿多阿兹皇家博物馆出发 这里的前身是英国人行政办事处 在二战时期变成了日军的战略指挥总部 直到2007年 雪州现任苏丹沙拉夫丁 将他改建成纪念王妇的博物馆 可能这里历经动荡时期 潜藏这里的精灵 多是生命力强大坚韧的小拉达和凯罗斯 向左拐往前走不到100米 这栋建于1874年的蓝白色英殖民建筑物 可视巴生第一间银行 如今摇身变成印度时装精品店 奇怪的是这里的精灵多数属于毒素系 无尽阿南沙皇宫穿过路的圣母教堂 和人来人往的小印度 精灵神出鬼没又无所不在 参与着边走边玩 沉闷的历史事迹仿佛也变得生动起来 我刚刚在这个巴生小印度抓到了小活马 其实一路走来除了可以看到像是鬼丝 奇异种子等小精灵之外 长达2.3公里的路程 还有多达35个的ポケ站 可以让你一边走 一边补给道具和精灵球 让玩家一路上都能捕捉小精灵 走 我们继续 不知不觉来到了最后一站 拉着阿都拉仓库 这里曾经居住过称霸一方的王者 也见证过巴生西矿叶的荣衰 一天下来 玩家不止捕捉了不少精灵 更带走对巴生的认识 平时我们来都是走走看看 不知道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今天可以认识很多它真正的意义 然后边走边走 对啊 对啊 也不会很沉重边走边捉ポケモン 我们继续 我觉得我们会比较稳定 我们会比较稳定 然后我们会比较稳定 我们要继续 他们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 让我们的故事更有趣 更有趣 同时 他们也能做到什么 他们也能做 文化深度有不一定只有枯燥 巧妙结合任门话题 以新颖手法包装也能有奇效 毕竟历史需要有人聆听 文化才能传承 绽放溢彩 八度空间 谭凯倩发生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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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